嗨,大家好,我是大米 你听过宜兰申沟村有个猫小姐食堂吗? 喵,是专门喂猫开的食堂 是的,不只喂猫,也喂人哦 喵,你这样讲,人类会不开心吧? 哦,主要是喂人,顺便喂猫啊 喵 好,我知道你是猫小姐食堂的糖花米啦 让我们顺便认识食堂一下好吗? 猫小姐食堂,位于宜兰县元山乡圣沟村 由旧古餐改建,隔壁就是知名的小间蔬菜 猫小姐选用的食材以当地小农有善种植的作物为主 菜预约制,不浪费,不过度调味 猫小姐就是食堂的老板 也是行政主厨,兼外肠,兼收纳,兼,兼,兼很多 食堂里的灵魂猫物,米啦,总是坚守岗位 不取悦任何人 任何人 贯彻执行服务业最高原则 以猫为尊 好了,看看今天有什么食材,该上菜咯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如果它是吃友善的种植出来的东西 它其实它自然原来的味道 每种作物的味道其实它就会蛮明显的 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去用很多外加的巧味 其实来吃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真的米很香啊或是很好吃 然后或者是蔬菜的味道很好 那个是说那个蔬菜本身 比如说一样高丽菜它觉得特别的好吃 或是甜或是味道不一样 对我觉得那个是他们可以感受到 那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去买啊 这也就是我希望传达的东西吧 对于我们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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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我们说的东西 我们说的东西 其实我们很喜欢的东西 感谢观看